而苹果在下个礼拜四要发表新款的iPad 外形会更轻更薄 非凡新闻会有完整报道 Google街景团队首度找来骆驼担任街景的背包客 出征中东国家阿布达比的利瓦沙漠 拍下沙漠中一望无际的壮阔景色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看 稍后请锁定瑞涵主持的前线百分版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明君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 前线百分百 今天早上大家都盯着看美国联准会议的会议记录报告 究竟报告内容到底是怎么写的 报告内容一登出来之后 出现了美元继续的回贬 美元回贬 台币更猛了 出现了强声的动作 这让我联想到金管卫费主委 这让我联想到金管卫财主委 曾明宗他说 他发现到最近的外资在市场当中出现了罕见的净汇入 钱真的来了吗 如果这些讯号都成立的话 期货选择权 还有没有搭配讯号 那宣告如果是正面 下个礼拜的台北股市 是不是就有期待性呢 可是下周的台股 会不会被食安风暴给打到 今天竟然有立委爆料 如果顶星集团是一般的炸弹的话 那么后面将会有更大的原子弹 未爆弹 下一个即将中弹的厂商又是谁 我们好担心啊 专家说明白 马上为了邀请的是 两岸国际股市专家郭尔培 郭大哥您好 晚安 瑞昂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股市阿潮 金城您好 瑞昂大家好 行人郑华 郑华晚安 瑞昂完 投资本大晚安 善长选股的伯杰 伯杰您好 瑞昂好 大家好 虎头蛇尾 台北股市今天收红 但是虎头蛇尾 涨11点收8966 哪里尾呢 开高走低不就是虎头蛇尾吗 而且提醒您收盘的位置 比开盘的位置还要来得低 大家都知道 这就会形成了一根黑K棒 到最后的黑K棒 在这儿已经是四根的黑K棒 当您细看更觉得不对劲了 这个黑K棒是高点有过 低点跌破 糟了 那下个礼拜行情到底怎么走呢 说到下周 想到这个礼拜 本周哦 是大跌的 周K棒是黑K 总共这个礼拜跌掉了139点 才四天的交易制 所以呢 下周的大盘 因为是个实体黑K嘛 行情还会像本周走的颠颠勃勃吗 我好想问 不过提到了三大法人 行情的不稳定 就来自于他们还在卖自营商 如果天天看前线百分百就知道 三天了 自营商今天卖22亿元 所谓的大卖 三天了自营商 大卖到底是为什么 偏偏八大关股行库 是买的 买了四天 一买一卖 对大盘的关联性又如何 我会追问 而外资 外资今天呢 有点不一样了 越卖越少 有没有机会翻多啊 今天是小卖1.3亿元 四天外资卖招的金额 超过了95.5亿元 我们要跟大家说 好像 就像曾主委说的 正面讯号出现了嘛 韩国休市 亚洲股市今天呢 发现到韩国 它是适逢韩文节放假 休市一天 亚洲股市涨 谁涨最多 是在香港很深 涨幅1.17% 跳空开高 走稳在盘上 说到了香港 美国的财经杂志 巴荣周刊 他说 港股有机会上看 25000点 连拉了5根的红黑棒 就在三中事件 逐渐平息下来之后 港股来到了 一周半来的最高点 这是涨 那跌呢 无庸置疑就是它了 日本股市开高 走低 跌幅0.75% 日本股市当中 有一家公司 叫做日本显示器 这家公司 被外资大磨给降平了 所以日本股市 来到了五周来的最低点 有一点点形成了小尖头 这就是压力了 所以想不想知道 美 欧 亚 三大市场的股市 位阶做个比较 最糟糕的最弱的 就是一个月啦 一季半年年限 四条重要平均成本线 依旧跌破 盖在头上 形成反压的 是英德法 欧洲股市 现在的德国股市 上个K 不知不觉 德国股市 已经来到了 一年来的 将近的最低点了 欧股最弱 但第二弱的呢 是半年的平均成本线 盖在头上 都上不去的 台北股市 还有香港股市 想问吧 刚刚四条均线 谁最强 踩在脚底下的 还是only one 只有一个 大陆股市 陆股现在四条均线 都踩在脚底下 其他的夹在中间的市场 说到了台北股市 您会发现到 台股今天 涨11点8966点 9000点还没站上去 可是哦 凌晨 这份的报告 太重要了 莫非 林总会会议记录 这句话 耐心等待升息 完整的内容不要挤哦 我会请博洁 在会儿再解读 因为我发现到 这份报告一出来 不对劲了 市场的国际资金 大流窜 怎么流 首先我发现 第一个讯告 美元从四年来的高 继续回扁 一周来 已经扁了 百分之零点七 相反的 新台币 新台币到最后 是收升的 升了 7.5分 收在30.430 给您掌握一下哦 盘中 一度台币 强升 最强的是在这 1.2角 这么多哦 一度强升 所以钱流进来了吗 不是我说的 长官说的 尽管会增足为 他说外资 已经转为 净贿入 完整内容 阿曹会解读了 钱怎么流向 如果你觉得 刚刚以上讯号 还不够多的话 再来一个 第四个讯号 期货 今天呢 台子期翻成了 正价差 不是只有台子期哦 请看 全部 除了金融 都翻成了 正价差 刚刚 曾主委不是说吗 外资 总为 净贿入 你知道新加坡 摩台指 拉出了 正价差 一大点 有多意义重大 外资是看 这个市场 在做多跟空的操作 正价差 是对未来乐观的 第五个讯号 选择权 好久不见 大概一个半月吧 看涨的买买权 竟然增加 如此之多 所以我想问了 是不是 期货啦 选择权啦 两个市场 都报于肯定 这些呢 都预告着 曾主委 您说对了 下个礼拜的 台股格局不一样 因为钱 阿曹 进来了吗 对 这个联准会主席 向来都是 话主要跟当的 他只要一讲 什么话 全世界的股市 会市等等 都是跟着动 本来美元是非常强的 来到85点多 但是呢 这个联准会的 这个会议记录 一公开 它有强 转弱了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次的一个会议 就是说 歌派是比较强的 所谓的歌派就是 不要那么早升息 那鹰派是说 赶快要升息 那以上次的会议记录 来讲的话 就是要耐心 等待 不用急着升息 那其实本来美元走这么强 就是市场上是期待说 哇 美元赶快 这个美国很快要升息了 所以美元赶快回到 美国那边去的话 存美元的话 这个利率会 会赶快就变多了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美元有强 然后走弱一点点 不过特别注意 不过特别注意它是有很强 然后来怎样 油升 然后转扁一点点 它不是说 这个一路一路再贬值了 这是不太一样的 四年来的高 创新高后的回贬 小贬 不过这一点点小贬 虽然贬不多 可是至少 我想问的啦 就是钱有没有从美国流出来 然后转向我们呢 如果以金管会主委的一个谈话来讲的话 就是说 外资在10月7号 其实已经终结了净汇出 然后现在是净汇入1.5亿美元 而且呢 10月7号在贵买市场 它是买超的5.4亿新台币这样子的金额 所以可见从这边来看 资金确实是有稍微有回流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 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到9月份还是会出的 上个月 可是呢 金管会帮我们盯到了10月 有没有 刚刚曾主委 他注意到了10月之后的 昨天 我们再回到字卡 所以是不是在10月7号 就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那下个礼拜如果以您研判 因为我刚刚报告了 选择权罕见的翻多 然后呢 价差也有偶尔见到了正价差 这是最近很罕见的情况 有没有翻多的迹象 如果说资金是有回流的迹象 新台币它就比较容易的走强 那期货市场呢 也稍微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痕迹 我们看这个价差的一个部分 摩台子的部分是最代表外资的啦 那台子期呢也是正价差 电子期也是正价差 就唯独只有金融歧视小幅度的逆价差 不过我想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 所以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外资在期货市场 就是说它原先布了很多的空单 今天来讲其实是空单 是有稍微的有减少了一点点 对再减了 那选择权的部分 买进买权的部分也是有增加的 那买进卖权就是增加并不多 但是整个来看 外资还是空方势力还是比较大 但是就是说比较没有像原先那么空啦 两个答案要个简答题 第一个阿潮 如果以刚刚那个种种的讯告来进行研判 因为都对了 包括了我们待会借券金额也秀给大家做点掌握 有专家说如果外资要翻多 你看如果这加进去就第五个讯号了 借券的金额是大减的 我要的答案是第一个 所以下个礼拜的外资费入动作会持续吗 第二个如果会持续的话 台北股市会走稳步调吗 对当然外资费入的话 当然就比较容易走稳了 不过就是说以金管会主委的看法 其实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求说 外资一定要全部归队 那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有来有去嘛 有来有去 这样才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话 今天外资你对台股爱理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我觉得我们应该政府应该是这样子做 那外资他有时候买有时候卖 我是觉得这个通通都是很正常 因为就是说买的时候他是要赚钱 现在他想要卖的这个赚价差 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刚刚阿潮那句话的一下之意就是 好像有点像我们昨天鼠方姐讲的 金管会曾主委是给外资面子了 你不要太离谱 如果拉得太快的话 赶你空单颜色就不好看了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所以如果阿潮的这个结论下个礼拜的台北股市有机会慢慢走稳步调的话 哎开心啦 盘会转好了哦 可是当我期待下礼拜行情转好的同时 偏偏我就在今天台股当中发现了三个超级奇怪的现象 奇怪一行情如果要转好 做啥开高走低呢 奇怪二明明今天长的都是具代表性的权重骨 台积电没有一刻翻到盘下 而且还拉尾盘 全吻在盘上指标骨 红海国泰金都是指标骨 权重骨吻在盘上收红的 为什么盘带不太起来呢 当这两个负面讯号 我有一点悲观第三个要怪了 听仔细咯 这是大盘的五分钟K哦 每一个五分钟 你看哦 打下来见低点 哎 低点出量哎 然后你看哦 打下来低点量又有一点出来了 打下来的低点 有没有看到 越叠是越出量的 郭大哥啊 那长起来量放大出来 这就是你教我的啊 如果光看五分钟 大盘哦 要从一分一分五分这样去看 打下来量增加就代表 低档承接意愿是强的 可是为什么大盘开高走低呢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其实刚刚瑞海已经给我们点出来了 自营商连续三天大卖 这个是第一个不寻常 第二个不寻常在哪里呢 今天的大盘 虽然说是开高走低了 但是它收盘还是小涨的 可是我们去看OTC OTC贵买市场 今年指数大跌了将近1.5个百分点 杀得好重啊 杀得非常的凶 有20几档股票跌停板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 OTC的5分钟K的话 可以跟观众朋友报告 它从9点05分开始啊 一入杀 杀到什么时候呢 杀到了10点半 那么那是非常惨烈的一个杀盘 如果把这个OTC的杀盘 22档跌停板 OTC又跌破了连线 回过头来看我们自营商的动作 它在某种程度告诉我们 内支 尤其是业内阻力 有撤退的迹象 他们撤退是在OTC为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盘为什么会开高走低呢 就是内支不捧场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么大盘下个礼拜 有没有机会翻上去呢 我觉得要看内支的动向 郭大哥 因为自营商是比较敏感的 上来一下了 这个如果都要看自营商啦 或者是外支啦 这个还是要麻烦您帮我们研判 因为呢 有人讲啊 这一只脚 有机会两只脚 可是难保不会再破啦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下个礼拜到底 现在是一个反弹盘 还是指 有机会回升 我觉得是一个 还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 它以九千点为中轴啊 来回整理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 来讲可能还会再持续 我为什么要这样 跟观众朋友说呢 其实很简单 目前一季的平均成本 它扣底的位置相当的高 对 那么一个月的平均成本啊 目前扣底的位置啊 也比目前的指数来得高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那么这一波行情啊 我们把它消掉 可以很清楚地发现 它在下跌的过程中 这一个月的平均成本线 它成为压力 9081 对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期货选择权这些的一些 讯号出来之后啊 那么外资至少 它不会有进一步的大举卖超 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这个行情啊 它可以守在九千点附近的话 那么一个礼拜的 两个礼拜的 五日十字线 这两根线双方回升 哦 太好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就告诉我们 至少再破的几率不高了 麻烦镜头帮我们抓一下 为什么郭大哥说 下个礼拜的任务 只在一个手 手稳的手字 请看这里哦 这里啊 因为这里所有的箭头有没有 都是往下的 不论是短的啦 周或长的月啦 季啦 半年啦 箭头都往下 在下个礼拜麻烦打盘 只要九千点的关卡 能够站稳的话 均线给他一点时间 就会翻扬 就会对大盘带来加分 郭大哥刚刚一开始 开中名义就讲 自营商真糟糕 大卖了三天 郑华以你对那个业内啊 自营商的想法 他为什么卖得这么凶 可怪的是八大关股航库 是逆向买的哦 自营商难道不知道 政府心态偏多吗 自营商就知道 所以趁这个时候卖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大盘 怎么解释 只要看到那几根下影线 对对对 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投资人他会去抓一种惯性 假设说你第一次 看到这个美国大跌 然后你早上一杀 盘中被抽起来 你就骂一句脏话 第二次你又要美国股市大跌 盘中你就 不要杀哦 又被抽起来对不对 第三次只要美国股市大跌 你自己就下去买了 所以那三根下影线 都抽上来嘛对不对 对打下去把它买起来的像是 反过来到了这个礼拜 如果你只要第一次看到盘中有开高 你一追死嘛 你知道有人来护盘对不对 对好那很简单 一来红盘我就出 所以它就是短 它就是掌握你那个反向心理 吃这腹豆腐 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 我觉得自行商它也有它有一些不得 不应该说不得已的地方 就是说它可以顺势去做一个动作 就是说很多券商 尤其是那种大型的券商 它去发权证的时候 它发那些股票 它现在已经跑到跌到价外去了 已经不太可能有 会有履约的这种压力了 它的避险部位就可以把它出掉了 那你看比方说像最近有一些股票 像这个群创 群创就一定有嘛 群创有打 它就很多权证 它价钱的履约价可能都发在14以上的 那你说有一些大型的券商 发了一堆这种权证 你根本就不可能再 不能说不可能 短期之内你回到它履约价 那个几率变低了嘛 变低 它手上那些部位就把它弄 就出掉 你看最近自行商反而跑去买什么 保护生那些 没错ETF 它就跑到那边去了 所以它这就是一个短线 第一个我的币线部位不需要存在 我套线我跑到那个ETF去 所以这个礼拜 自行商的卖压算宣泄掉了吗 下个礼拜会不会比较不会有这种大卖的动作呢 连续大卖大概三四天之后就会暂停 感谢郑华的提醒 自行商在集中大卖四天 在贵买大卖三天 因为主管机关金管会说要整顿一下全镇市场 对不对 对 整顿全镇市场 自行商当然会紧张啦 原来卖压的由来就是这样 但是今天外资回补的由来是叶伦的这个会议记录 博杰完整解读 我想这个昨天晚上大家早上起来吓一跳 美国怎么突然涨了 我想说是不是电脑荧幕坏掉 你知道大涨多少吗 我报告一下 纳萨克大涨喔 1.9% 纳萨克 涨幅那么大 然后道琼喔 我们看K就知道他那个力道有多强 道琼的涨幅喔 创下一年来的最大涨幅 更猛的是费成半导体指数 费半狂涨 重挫之下的大弹升 2.27啊 所以电脑没坏是真的大涨 对 我想这个 现在瑞兰帮我修好了喔 那我觉得重点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叶伦刚才那张指卡 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整场最嗨的就是这句话 耐心等待升息 维持低利率相当长一段时间 但是我说真的 这个大家走就知道了 对啊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么嗨呢 这个待会儿 我有别张字卡再跟大家讲 另外啊 叶伦有提到 这个欧元区的部分 经济还是低迷 恐怕令美元走强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说 这个外国的经济 是美国的一大变数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问题不在我们自己 是在别人 叶伦还讲到说 这个美元的部分 走强对这个出口 跟经济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很不幸的 现在最近 刚好这个美股超级财报 周到开始了 我想可能大家就要去留意 是不是这些相关的企业 他会开始释放出来说 啊 这个美元转强 可能我海外的获利啊 或什么 会有这个所谓缩水的这个现象 我想这个是大家要去关心的 我先再确认一下 因为解读了他的话之后啊 你的研判 认为下个礼拜 外资啊 金管会已经发现 资金是净会入了嘛 下周还会继续钱流进来吗 你认为呢 我觉得卖压减缓 卖压减缓 汇出的动作会减少 但是能不能流进来 关键点还是在我们这个单元 一开始看到的那张图 就是美元指数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美元指数这一波太强势了 那会造成说这个 因为它涨完一段之后 你看最近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机构 包含像这个投资银行都讲 啊 这边美元压回来就是买点 那就会造成说这个外资在这里 他们会先等待一下 看美元是跌真的还是跌假的 糟糕了 所以博洁呢 没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 也就是呢 10月7号 当金管会证主委发现到 很不错哦 外资是净汇入 能够继续每天每个月净汇入吗 不知道答案还没确定哦 那怎么办呢 下个礼拜的台北股市 关键是在国际 国内呢 国内最烦恼的食安问题 顶星集团已经够让我们生气了 怎么会这样 听说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子弹卫报